新闻来源 Coreal Mail 《新史邮报》8月29日报道称 新加坡一名华人赌业大亨 他自己也是一名好赌客 在昆州一家赌场 起诉他4300万欧元支票票票后 否认在法庭上做违证 周三 在布里斯班最高法院的交叉询问中 由 Troy Wong 驳斥了The Star Entertainment QLD Ltd的律师 Dominic O'Sullivan Casey的说法 O'Sullivan认为 Wang在告诉法庭 他签署4000万欧元信用额度的支票兑现协议时 该文件是空白的 这一说法是在撒谎 据了解 位于Brock Beach Island的黄金海岸星际赌场称 Wang于2018年7月26日抵达赌场参加百家乐锦标赛 当天获得了4000万欧元的支票兑现额度 赌场方面表示 当Wang博士于8月2日结束赌博时 根据支票兑现协议 他欠下了4300万欧元的债务 赌场声称 他们使用了Wang一年前 在悉尼姐妹赌场留下的空白支票 来支付这笔债务 该赌场认为 Wang允许黄金海岸的赌场 使用这张悉尼的空白支票 但Wang本人否认了这一说法 然而 当赌场员工 在黄金海岸的 Bundle向国民银行提交这张支票时 支票跳票了 在周三的证词中 Wang表示 在他和随行人员乘坐四人飞机 离开黄金海岸后 他告诉四人银行家 让支票跳票 因为这张支票太旧了 不应该被使用 在交叉询问中 Wang告诉法庭 他当时对赌场感到不满 因为他觉得 在2018年7月底至8月初 为期7天的豪赌之旅中 他赌桌上的核冠犯了很多错误 报道称 Wang通过在菲律宾和满岛 经营自己的在线赌场发家支付 这些赌场允许对足球比赛进行投注 法庭了解到 他曾在新加坡 澳门 伦敦 和新西兰的赌场 玩过百家乐 2017年 他在悉尼的The Star赌场 输了2000万奥元 并通过电汇 结清了债务 据悉 本案的庭审将持续到周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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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